经由上次谈到道尔顿原子说 想必你对原子说已经有些微的了解 今天我们要更深入地谈谈原子的结构 嘿嘿,这可是一个关乎祖孙三代传承的故事呢 我们都知道道尔顿认为原子是物质组成的最小单位 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科学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因为科学家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站上巨人的肩膀上,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因此经由许多实验的结果 发现原子内部还有更小的粒子呢 英国科学家汤姆森在西元1897年 经由因极射线管的实验 发现原子内有比原子更小的代复电粒子 汤姆森称为电子 推翻了原子无法再被分割的观点 而且对原子的模型有了新的想象 汤姆森认为带负电的电子平衡地悬浮在带正电的云球里 提出了一个汤姆森所认为的模型 像是这样 请你观察一下这个模型 猜猜看可以用哪些名称来称呼这个模型呢 因为这个模型像西瓜籽散布在西瓜中 称为西瓜模型 又像葡萄干散落在布丁中 所以又称为葡萄干布丁模型 科学家其实是很有想象力的呢 接下来在20世纪初 汤姆森的学生拉赛福设计了一个 用α粒子撞击金箔的实验 发现原子的质量集中在原子中心 所占的体积极小 并且此中心体带正电 因此拉赛福称此带正电的中心体为原子核 诶 那拉赛福认为电子分布在哪里呢 拉赛福提出电子就像行星环绕的太阳一样 在原子核外围环绕着 因此拉赛福的原子模型又称为行星模型 接下来拉赛福发现原子核内有一种带正电的粒子 直子 一个直子的带电量与一个电子的带电量是相同的 但两者电性相反 因此为了维持原子的电中性 我们可知中性原子的直子数量等于电子数量哦 因为这是一个祖孙三代传承的故事 拉赛福的学生查队克一样用了α粒子来撞击 只不过他撞击的是皮原子核 所以更进一步地发现了不带电荷 而且质量与直子相近的中子 所以查队克将原子模型做了些修正 原子核内部除了有拉赛福提出的带正电直子外 还有不带电的中子哦 来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学会吧 最后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1.汤姆森发现原子内有带负电的电子 带负电的电子平衡地悬浮在带正电的云球里 2.拉赛福经由实验后提出 原子中心有带正电的原子核 原子核内有带正电的直子 电子则环绕在原子核周围 3.查队克发现原子核内还有不带电的中子 你以为原子的发展史就此结束了吗? 一直到现在仍然有科学家持续更深入探索呢 一样留个小问题给你 电子、直子、中子已经是物质的最小组成单位了吗? 是否还有更小的例子呢? 欢迎你去探索 将答案留在下方告诉我们呢